Hello 現在要來介紹的是 針對S4A 跟Arduino的板子 來設計的Sensor Ball 不光光只有感應器 我們先來講看一下 內建的感應器 跟Picol Ball一樣 有滑感 有聲音感應器 這是光明電阻 還有就是按鈕 這是Input Output 在中間 這邊設計的兩個LED燈 還有一個是風命器 其它的六個角位 是數位的輸出 這個數位的輸出比較特別的是 这边有一个外接电源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 外加电源进来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控制四伏马达 不然呢 如果光光提到主板 是推不动马达的 那这样子呢 这个一般的 那个Arduino的板子 或者是Uno也好 或者是C-Studio也好 任何一种Arduino的板子 都可以使用这样一张板子 加上去就可以用了 好 那 现在呢 我们要来示范的是 用那个BB车来改装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BB车 好 这台BB车呢 加了这个 Arduino呢 上面加了这个板子之后呢 我还加了一个蓝牙的一个模组 这张板子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有另外在做了一个蓝牙 接收器的一个插座 好 那另外呢 感应器的部分呢 我们还留了四颗的这个 这个 RJ11的孔 好 那已经把四伏马达接上去了 那电池也接好了 外接点也就接好了 那现在呢 我要来示范一下那个BB车的一个部分 好 这上面呢 我还用到了一个LED灯的控制 当我左转的时候呢 亮绿灯 右转的时候呢 会亮红灯 好 那 我如果后退呢 仔细听你会听到会有BB的声音 就是蜂鸣器发出来的声音 好 再听一次 好 那这样子啊 来利用我们板子上的内建的蜂鸣器跟灯啊 我们基本上呢 可以跟车子呢 做一个搭配 做一些变化 好 今天呢 介绍到这里